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午三点钟朝野的大人物陆续抵达国会 而媒体大军的相机脚架也早已通通出动 在议会厅门口standby好 历经多年之后呢 今年的财政预算案 焦点人物不再是前首相那集 变天之后提成财案的主角 换成了财政部长林冠英 踏入3点55分 一直到国会开始前的5分钟 财长林冠英才终于提着后后的公事包抵达 陪同林冠英一起的 还有首相马哈迪及副首相万阿兹沙 三人并排一起步入国会 这也是阔别多年之后 首相和财长由不同人担任 下午四点钟 国会银声响起 财政部长林冠英也开始宣读 2019年度财政预算案